你們經常問我,究竟我幫哪間公司打工? 其實就是GSE亞洲遊戲娛樂 接下來每個月,我都會為大家介紹一下公司旗下有什麼新遊戲好玩 官方Facebook那邊,還有Line給每天和你更新遊戲資訊 所以記得緊貼兩邊的消息 現在就等我們一起來看看3、4月究竟有什麼好玩 《龍血一族》是任天堂Switch的獨佔遊戲 其實在早兩個月已經出了日文版 不過就剛剛在3月7日推出了這個盤體中文版 相信各位都等到頸都長了 因為這隻除了是很典型的2D橫向卷軸動作遊戲之外 其實還是一隻加入了大量RPG元素的作品 所以你說沒有中文可以嗎? 遊戲的製作團隊是以前諾哈人斯湖的製作班底 所以在動作的質素上都沒什麼好懷疑 典型的爬場、衝刺、技能的combo、打擊等等都做得相當不錯 遊戲中有四個職業可以讓大家選擇 分別是王女、戰士、勇者和魔女 亦都支援四名玩家同時遊戲 如果喜歡這類RPG味重一點的橫向動作遊戲 這隻就真的跑不掉了 3月14日推出的卡里古拉過量強化 其實是2016年在日本PSMETA平台推出的卡里古拉重製版 簡單說的內容就是一個虛擬偶像Miu 創造了一個虛擬世界,莫比烏斯 然後就困住了一班角色 而他是如何努力找方法逃離這個世界 就是這個遊戲的大綱 回合制戰鬥模式、口感度系統 這些典型就不多說了 但之前的音樂設定和故事情節都大受評 不過這些日系RPG遊戲就沒什麼特別好說 中劇情、中音樂 如果你還有這隻畫風 其實遊戲是怎樣的,你都不會怎樣理 因為這些真正是故事才是賣點 而且不用怕看不明白的故事 因為這次是有繁體中文版 3月28日推出的《雷米羅雅 少女與異世界與魔導書》 是一種冒險動作類型遊戲 故事內容是講述遊戲主角雷米 誤闖獄有自然、魔法和機械三者共存的異世界拉格洛雅之中 為了回到原本的世界 雷米和懂得說話的書羅雅 一起在異世界展開冒險的旅程 遊戲用打斜45度視覺進行 配搭3D日式動畫風格 畫面還會依照四季景色的改變 而有不同的風味 還有早、午、晚、時間轉換的光影效果 操作上也算簡單 不是那種瘋狂玩指令玩combo的遊戲 片向屬於收集味重一點的遊戲 例如主角雷米 就有超過200種異常的武器可以使用 遊戲有PS4和任天堂Switch的版本 還有中文字幕 如果喜歡一些輕鬆的動作小品 這隻不妨留意一下 我不知道3月28日是否遊戲假的好日 其實除了剛才的遊戲之外 還有一隻推理劇情遊戲《方根書簡》 也是在這一天推出的 這遊戲其實2016年已經推出了 是國川推理遊戲劇場系列的第一個作品 全球銷量超過40萬 而這次再推出 畫面就將以前的動畫轉為真人模式 加入了由90位演員演出的真人版劇場模式 可以說是一隻強化版 故事內容就不說太多了 你想想做到真人那樣 你當是看一部日劇那樣 自己感受一下更加好 還有《龍星的亞爾尼爾》 也是在3月28日推出 這隻就是典型的日系角色扮演遊戲 都是異世界題材的東西 有魔女有巨龍黑暗幻想 故事發生在一個叫雅獵尼亞的地方 這個地方最有名的就是一條巨大的龍骨插著 在某一天的時候 身負狩獵魔女使命的騎士賽菲 因為事活被魔女米奈莎和卡里加洛救了 期間就喝了一些龍血 所以魔力就被人喚醒了 也是圍繞著他們的故事吧 去到4月其實都太多遊戲推出了 包括《海福川貝Flash》 這款很多不同平台都推出的2D橫向卷軸遊戲 又或者是《末日之戰》 這部電影我想大家都會有看過 還有在4月3部推出的仙劍騎入轉錄PS4版 作為《戴哈》粉絲的我都不可以不說 而《TEM17》這間公司 繼《Overcooked 2》之後的最新作品《波西亞時光》 都會在4月推出 這款以Q版模擬經營為主題的遊戲 我相信都多人會喜歡 還有小小伙伴狗狗和貓貓 PS4的《通哭之聲》 就讓我們下次4月再跟大家詳細說吧 不要忘記給個讚和訂閱頻道 下個月的介紹我們再見